好,所以同學現在已經清楚的體會到 carrier跟envelope之間的差異 我可以開始做正式的數學推導了 那同學要注意一下是 當我在寫我的電場跟polarization 都是空間跟時間的函數的過程裡 同學要特別注意到 我已經明定了電場跟polarization 在空間上都只是一個單一方向的函數z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第一個 inhomogeneous wave equation再簡化一下 因為laplacian 電場的laplacian 是對xy跟z都做二階篇微分 如果在卡式座標系統裡面的話 但現在顯然電場跟polarization 都只是z的函數 所以我們可以把x跟y的二次偏微分 都省略掉 所以我先把inhomogeneous wave equation 再度寫一次 再寫一次 再寫一次 這是我真正要解的inhomogeneous wave equation 在空間上面的微分項 只剩下對z的二階微分 那同學現在要問自己 我們在這堂課的最開始 幫同學準備必須的數學基本知識的時候 一直強調一個phasor notation phasor notation的好處就是 我只要把我帶解的數學形式 寫成類似像平面波 有個exponential j omega t 減 kz 它的好處是 允許我在做微分的過程裡面 迅速又方便 迅速跟方便 以目前看起來 同學問一下自己 對空間的二階微分 對時間的二階微分 時間的二階微分 哪一個是簡單的 時間是簡單的 因為只有整個數學方程式裡面 對z的關係有一個 兩個 對時間就只有exponential j omega t 不管對電廠還是polarization而言 時間相關性就只有exponential j omega t 所以我真正要解的 inhomogeneous wave equation 對時間的二階微分 都是非常非常快速可以寫出來的 只要對時間做一次微分 就是乘一個j omega 所以我先把這兩個相似 幫同學寫出來 我用顏色下標 然後用顏色來區分 電廠對時間的二次微分 就是乘j omega的平方 那j的平方是-1 所以基本上就是-的 omega平方 然後前面有一個-的c分之一 在乘上自己 所以這是非常簡單的 那同樣的道理 對於等式右邊 是一個driving source 它也有一個二階的時間微分 一樣只要對時間做一次偏微分 乘上一個j omega 所以做兩次就是j omega的平方 所以這邊多出一個負號 所以現在真正難解的部分是什麼 inhomogeneous wave equation裡面 總共只有三個部分 藍色的 橘色的 因為時間的相關性非常簡單 很快的可以寫出答案 那最後剩下比較複雜的就是 電廠強度 對距離的二階片微分 空間上面的改變量 這也是我為什麼要介紹 carrier and envelope 所以待會同學會慢慢感受到 我在做這樣子的一個假設 是為了我數學上的推導 要能夠做簡化 所以待會我在寫的過程裡面 同學要不斷的問自己 我為什麼一開始教carrier and envelope 這個概念 好 所以接下來我在白板的這一塊 要開始針對空間上面的二階片微分 開始做數學的展開 二階片微分 二階的片微分 我還是從第一階開始 我做完第一階 再整個做第二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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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對空間上做偏微分的時候 因為我本身的電廠 有兩個部分都是z的函數 一個是我的脫包 envelope e0 of z 另外一個是exponential j的-kz 所以同學一定學過 當我在做微分的時候 必須要有連鎖法則 我有兩個部分 所以我一次只能為一個 乘上另外一個原本的東西 所以我只要做一次偏微分 就會對envelope做微分 然後乘上它自己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對exponential-z kz 做偏微分 然後再乘上它自己 然後再乘上它自己 這是我的第一步 我做一次微分就會出來兩個項次 我再做一次微分 也就是我的二階微分 這是我的一個項次 它在對z微分的時候 又會出現兩個項次 所以我應該要預期 我做了二階的偏微分之後 應該要總共有四個項次 所以同學在開始之前 要先告訴自己 我最後預期有四個產物出來 我應該來美國 說是一個月的老人 我應該要在這裡 我應該要在那裡 收下第一個 我應該要在這裡 謝謝你 很 branches 還有一個月 非常多 我在這裡 爬上 有一個月 然後我應該會 可以 好 這個像次因為是 √10√z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減 kz 的第二個像次是 只對 exponential j 負 kz 做 z 的微分 所以這邊基本上還要保留 envelope 對距離的一次篇文 ok 好 第四個像次基本上是 -jk10 exponential j omega t 減 kz 對 exponential 負 j kz 的二階微分 所以基本上會有一個 jk 的平方乘上10 ok 所以總共會有四個像次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再幫同學重新整理一次 因為這裡有兩個像次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幫同學重新整理一次 等於 所以其中有兩個像次是一模一樣的 -jk 然後10對 z 的偏微分是一樣的 所以我把它合併在一起 減掉兩個 那這裡因為是 jk 的平方 所以是負 k 平方 10 那現在我要開始引用一個 未來同學 或者同學可能已經學過 常常使用的一個假設 它的名稱叫做 全名叫做 slowly varying envelope approximation 那一般我們直接講簡稱 svea s v e a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在一開始 正式進行數學推導之前 就教各位同學 carrier 跟 envelope 之間的定義 所以這裡面的 approximation 基本上就是要來簡化我接下來的數學方程式 同學要特別注意到 前面兩個字 slowly varying 的意思是說 我的 envelope 的改變量 envelope 隨著距離變化的程度 在一個波長之內 變化不大 所以我正好畫出來的這個情形是 我紅色的是我紅色的是我的 envelope 它隨著 z 的變化 同學可能會覺得這邊很快 這邊比較慢 但是同學是要看相對的比較觀念 所謂相對是說 我這裡面變化的大小可能從 0 到 0.2 但是在一個波長之內的改變量 就沒那麼大了 所以尤其在這個 一開始頂端的地方 在一個波長的範圍裡面 我的波包的變化 是非常緩慢的 所以slowly varying envelope approximation 能夠告訴我的是說 只要我正幅在空間上距離 進行一個波長的距離以內 改變的幅度很小 也就是說我的斜率是很平緩的時候 我可以做一個假設 我可以說 波包對空間的二階微分 非常非常小 遠比波包對空間的一階微分 再乘上 k 來得小很多 所以這是我的一個 簡單數學上的假設 避免我必須要去解一個 二階微分的方程式 因為只剩下一階的微分 所以這裡面 同學一定要能夠抓到 真正的重點是 在很多數學的推導 尤其在我們現實生活中 遇到的情況 正幅的改變量 不管是空間還是時間的 在一個波長 或者一個週期之內 變化都非常小 所以我們天天在使用的 就是把二階的偏微分 忽略不計 然後才可以推導出 簡單的一個數學表示式子